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青椒三肉 首先我们碎肉调味 料酒 适量的盐 丁点糖 给一点点老抽 上色 最后适量的水 稀色 拌匀 花一些时间打到它出姜 然后放置一边待用 接下来我们处理胶 如果你用的是像我用的这种煎辣椒 这边的地它是凸出来的 只要一刀去地就可以 然后破开 取出馕和籽 你也可以戴个手套 用手直接抓 那如果你不吃辣 那就改用这种 灯笼椒 建议选小一点的 否则肉要塞太多 我们抓住地 用大拇指 顺着地的边缘 往下按 兜一圈 拉出地 然后拍一拍 就可以用了 边上不用开刀了 因为它有够大 那如果你怕弄坏了漂亮的指甲 就借用刀 用刀尖 这样插进去 顺着地的边缘 插一排虚线 然后再按下去 轻轻的就可以取出了 接下来就是填葱了 那灯笼椒呢 位置够大 你直接就可以填进去 那尖椒呢 就比较窄 那我们填的时候呢 要稍微打开一些 填满 但是不要太过了 怎么叫不过呢 你试一下 把椒再合起来 可以留条缝 这样就比较合适 放油 只要锅底能涂上一层就好 稳火 浇一支一支往下放 这样接口朝下放 稳火慢慢煎 尽量多煎几面 煎到它皮皱皱的 煎个差不多三五分钟 这样我们就加水 水不要加的太多 没过一半焦身就可以 盖上盖 小火煮十分钟剩下 十分钟后 肉应该熟了 虾呢也粘在肉上 变得黄黄的了 那我们不如再加一点老抽 让它再变色 你也可以不加 或者早早的时候就加 再加水的时候就调色 接下来我们调味 我只放丁点盐 多一点点的糖 然后转大火 收浓汤汁 这边你还要不停的给它翻动一下 因为它没有全部没在汤汁里 糖醋的甜辣的咸口的随你的口味 像这样 像这样汤汁收收干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汤汁收干后 它的皮也会越来越缩水 带到凉后 它缩的更厉害 会贴在肉上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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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